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上個星期五,我和師母有機會 邀請我們Milpitas有兩個二婚小組 特別留在我們家裡 是二婚小組嗎? 是二婚小組,雙手送的 接近這個時間 請我們來,大家有溝通,大家團契 一起感謝天父上帝 在我們聚會的時候,今天沒有特別的節目 只不過希望大家做兩件事 其實是做一件事,不過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我們希望每個人都能夠 分享一個為教會感恩的事 然後又分享一件為自己感恩的事 兩個簡單的感恩,每個人都要說 其實整晚時間就過了 當我們分享教會感恩的事情的時候 這群是下面Milpitas的弟兄姊妹 不是這裡的教會 絕大部分人 為甚麼事,大家知道嗎? 大家就很聰明 這樣問 是我們Plessington的婚堂 他們其中不是全部分 但是有很多人都有機會來參加我們這裡的憲堂 所以他們為著教會 蒙神自己的赤福 我們能夠享有一個美麗的地方 擴出神的家 即是不同的情況 不同的體會 但是都是為著我們這個分堂 這樣就贊美天父上帝 然後到我們去分享個人的問題的時候 每一個人有甚麼感恩的事項呢? 當然有些人說得多些 有些人說得少些 我在這裡想 每一個人如果信耶穌的話 我們都其實應該經歷天父上帝很多的恩典 如果我將當日的問題 今天問大家 如果我問大家的話 可能你們每一個人在這裡聚會 都會為了Plessington感恩 是吧? 多開心、多快樂呢? 那種喜悅還未過去 但是如果我真的問 現在就問 我現在正在想一想 你可不可以為自己一件事感恩? 那你總要想一下 為甚麼要想一下呢? 兩個scenario 兩個原因而已 一個是太多感恩了 不知道說哪件好 會不會 我太多東西要贊美天父 都不知道為哪件事感恩好 但是另一件事呢? 可能我說 咦?都沒有特別 不知道可不可以為哪件事感恩 一時之間牧師問 想不起 有甚麼可以感謝賺美上帝的 我看見這兩個不同的scenario 有時我們一個措手不及 真的會想不起 我記得我讀小學的時候 OK? 讀小學的時候 都是很多年前 我記得那時候 在每一次農曆新年的時間 就很開心 為甚麼呢? 不是單單有禮事收 是甚麼? 有新衣服穿 在那個時間裏面 是只有過農曆新年 才有新衣服穿的 所以很開心 這次爸爸媽媽 爸爸不會理會 媽媽 買甚麼新衣服給我呢? 很開心 期待著有新衣服穿的 然後在那個時間裏面 只是一雙鞋 做甚麼都是那雙鞋 你知道嗎? 上學那雙鞋 去街上那雙鞋 做甚麼都是穿著那雙鞋 你不穿到爛 沒有新鞋 我們那個時代是這樣的 不知道現在情況是怎樣的 後來就上學了 有體育課 多了一雙白飯魚 大家知道甚麼是白飯魚嗎? 現在是否仍然穿著那些呢? 我也不知道 白色的帆布鞋 所以當時我們很少事幹 我們就很開心 那麼多事情 當時我還沒信耶穌 我就知道 多謝你媽媽 很容易去感謝 去感恩我們所擁有的人 但是現在呢 特別是美國生活的情況很不一樣 你看看我們的小朋友 知不知一雙鞋? 當然不知了 上學一雙鞋 跑步一雙鞋 踢足球一雙鞋 打籃球一雙鞋 是不是? 他參加宴會一雙鞋 然後時時很多新衣服穿 不需要等過年 任何時爸爸媽媽喜歡就可以了 OK? 或者他們喜歡就可以了 還要 甚麼 Nike Adidas Levi 那些不算數 現在流行甚麼? Forever 21 是嗎? Ralph Noren 即是要有些名牌 穿上身才行 甚至呢 如果我們不是給他們這些衣著的時候 他們覺得爸爸媽媽不夠疼他們 爸爸比他們不夠多 不夠好 不夠美 不夠名貴 再說大一點 現在我們在中國大陸出來的學生 當然現在有錢才能出來 是不是? 一個都來 不是iPhone就看不上眼 Samsung不用說了 是不是? 一定要iPhone 看看是甚麼牌子 iPhone S 還是6 現在iPhone 7 是不是? 不但如此 爸爸媽媽媽說 我要上學 煮人家不方便 我要買一輛車 OK 爸爸沒問題 立刻會付錢給你 蛤? 只是可以買一個Camry 為甚麼不可以買BMW 你不夠疼我 你也不疼我 你不給我好一點的東西 我朋友個個都會拿那些 即是關區了 感激主 似乎我們生活富裕很多 不知道我們做父母那些 有沒有為我們能夠 可以讓我們生日子這麼開心快樂 可以穿明牌 有這麼多雙鞋 有這麼多衣服 整個櫃掛滿了 還要送些給別人 為了神給我們這個恩典 我們有沒有感謝天父上帝呢? 應該的 但與此同時 如果我們care我們的下一代 我們有沒有利用這樣的機會 當我們買東西給他們 送東西給他們的時候 教他們 要凡事感恩 不單單為好東西、美貴的東西感恩 要為那些平凡的 少的事情來感恩 如果不是的話 他們就覺得是老鳳 是不是 即是覺得是理所 當然爹地媽媽這樣對我 是應該的 他們不這樣對我 他們就不疼我 他們就不愛我 他們就會培養了這樣 一種對人生 對生活的期待和看法 與此同時我們對天父上帝又如何呢? 我們不知道我們對天父上帝 都會不會有這樣的期待 我們懂不懂得有天父上帝 或一些很平凡的事情 甚至我覺得是很小的一件事 就懂得去感謝、讚美上帝 我們應該是這樣做的 但我發覺很困難 特別聖經說 無論何時都要感恩 甚至當你落在困苦患難中的時候 都要感恩 對我們來說 似乎是天父夜談 怎可能發生的一件事 當我們不懂得為小事情感恩 為平凡的事情感恩 我們更加不懂得在痛苦患難當中 都可以感謝上帝原因在哪裡 如果我們相信耶穌的話 原因在哪裡 我覺得作為牧師 可能我們對上帝的認識是太膚淺 我們對上帝的計劃 看得太短時 只是看目前 看不到將來 這就是我們人的軟弱 人的缺點 今天我們說感恩的祈禱 不是我們向神感恩的禱告 是上帝能夠為我們感恩祈禱 可你相信嗎? 不單單我們應該感恩祈禱 原來我們可以讓上帝 因為我們的緣 過得開心快樂 覺得幸福 覺得安慰 替我們去感謝 詩篇147篇 整篇的詩篇 都是一個感謝讚美的詩篇 但是與此同時 如果我們留心去看的時候 從這篇的詩篇當中 我們會看到 哇! 原來你和我 可以讓上帝高興快樂的 原來你和我 可以讓上帝感到很幸福的 原來你和我 可以讓上帝替我們感恩的 我們看看 詩篇147篇 二十節長一點 不過我們一起讀一讀 好嗎? 如果你願意的話 歡迎你和我一起讀 廣東話國語 也不要緊 我們一起讀一讀這篇的詩篇 好嗎? 一起來 要讚美上主 唱歌還讚我們的上帝 是多麼的美善 讚美祂是多麼愉快 多麼合宜 上主重建耶路撒冷 祂朝聚流亡的以色列人歸來 祂醫治憂傷的人 包紮他們的傷口 祂制定了聖神的數目 祂天天替他們起名 我們的主偉大全能 祂的智慧無法衡量 祂提拔卑微的人 把邪惡的人激倒地上 第七節 要歌頌讚美上主 要彈樹琴重贊我們的上帝 祂報雲遮蔽高天 祂降雨滋潤大地 使草生長在山上 把食物供給受慮 餵養提叫的小烏鴉 祂不喜歡高頭盡馬 祂不喜歡勇猛的賺士 但祂喜愛敬為祂的人 喜歡信靠祂慈愛的人 十二節 耶路撒冷要重贊上主 錫安要重贊你的上帝 祂使你們的城門鞏固 祂赐福給你們的兒女 祂保衛你四景平安 祂用上好的墨子餵飽你 祂一向大地發出命令 祂的華納克全部 祂降下陽無似的白雪 祂殺下灰塵似的薄霜 祂泡下沙哩似的冰雹 祂所吹來的冷風誰都抵擋不住 祂一下令冰雪都溶化 祂一使風刮起水都流動 祂把祂的信息全給雅各 祂把祂的教訓和法律全給以色列 祂對別的國家沒有這樣做 因為祂們不知道祂的法律 要讚美上主 這篇詩篇相傳是尼希米 大家聽過這個人嗎? 舊約尼希米 回到耶路撒冷 重建耶路撒冷的城牆之後 將門裝上去再加上門山 在奉獻典禮的時候 祂就去中讀這篇詩篇 這就是經文的背景 我們知道 由大被巴比倫所滅 被滅之後 居民四散 耶路撒冷成荒涼 意思是什麼呢? 城牆被人拆壞了 城門固然不用說了 不單如此聖殿被焚燒 聖殿裡面的金器 全部的敬拜神的器皿 都被擄走到巴比倫 大天父上帝很奇妙 七十年之後 所羅巴伯帶著一群人回去 重建聖殿 再過七十年之後 離開 回去 重建耶路撒冷的城牆 並且把城門城山放上去 用了多久的時間 大家記不記得嗎? 如果你熟悉聖基 用了多久的時間 去收足耶路撒冷的城牆 52日 少於兩個月 我們裝修這裡多久的時間 記不記得嗎? 從二月開始 七個月 就是裝修這麼的地方 52日 就把耶路撒冷的城牆 城門完全整理好 所以難怪這個詩人 讀這篇詩篇、寫這篇詩篇的時候 你看到是充滿了感謝、讚美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深深地體會到 和深深地看得到 在國破、家亡的情況下 原來上帝有祂的計劃 上帝有祂的恩典 所以你看看 整篇詩篇裡面 是充滿了感謝、讚美的說話 我們剛才說 我們要感謝、讚美上帝 你可不可以寫這個詩篇? 你可不可以 感謝、讚美上帝的時候 是說這麼多的話呢? 我相信 不是很多人能夠做得到 因為我們不習慣 我們不懂 體會不到 不過呢? 今天這個時間 我想大家特別記住的是什麼? 就像我剛才所說的 除了要學習如何感謝上帝之外 原來你和我可以讓上帝 因為我們的緣故 而有一種感恩的情懷 可以因為你的緣故 覺得很欣慰、很開心、很快樂 你說我們這麼平凡的人 能夠讓上帝開心、開心、快樂嗎? 我們這樣的人 可以讓上帝替我們感恩嗎? 大家記不記得 《若白記》第一章 有一個很特別的記載 《若白記》第一章 《若白記》第一章 有一個很特別的記載 記載是什麼?大家知道嗎? 記不記得 上帝和魔鬼的對話 記得嗎? 上帝和魔鬼 竟然有聊天 記載在《聖經》裡面 那裡說什麼? 第一章 你回去看看吧 上帝說 魔鬼 撒旦 你最近做了什麼? 撒旦說 沒有什麼 我在地上走來走去 那裡走走 那裡走走去 那裡去去 他唯一沒有說 唯一沒有說什麼呢? 為什麼要到處走? 到處走? 遍地遊行、尋找可吞誓的人 這是阿國書告訴我們 OK 要一些人 離開上帝 拒絕上帝 這就是魔鬼的工作 偏地遊行 他很坦白 不過後面那句不說 然後天父上帝 怎麼跟魔鬼說 大家看到嗎? 是呀 你到處去 巡遊地上 是不是? 你有沒有見過我的博人若白? 你有沒有見過他? 在地上沒有任何人娶他 他敬畏我 不做任何的惡事 這就是上帝和魔鬼對話的起頭 記得嗎? 但我想大家留意的是什麼呢? 聽不聽到嗎? 聽不聽到上帝怎樣去介紹若白? 聽不聽到上帝覺得很開心嗎? 撒旦你便到處去找人 你有沒有見過若白先 地上沒有一個人像他 他從來不做惡事的 意思是什麼? 他令我很開心 聽話 尊敬我 從來不會做一些違背我心意的事情 你聽若白這個人 我以他為我 你聽出個意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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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再說 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信耶穌的話 你和我可以變成若白一樣 讓上帝有一天跟某人家說 喂! 有沒有見過Candace? Jack 認不認識他? 認不認識他? Louis 什麼名字? Tucker Owen I'm sorry 你認識這群人嗎? 你認識這群會點人嗎? 你認識他們嗎? 他們尊敬我 不做任何惡事 I'm proud of them We can do that How? 你明白嗎? 第一 要學謙卑 要學懂得去欣賞 讚美 上帝 奇妙的工作 聖經裡面 怎樣跟我們說呢? 聖經說 這群的猶太人 講述背景 是嗎? 回到耶路撒冷 去重建耶和華的城牆 這是神偉大的工作 所以我們看 跳到第五節 因為我們讀過了 跳到第五節 在第五節說 我的主偉大全能 他的智慧是無法的衡量 然後聖經怎麼說呢? 他提拔卑微的人 把邪惡的人 激倒在地上 所以很簡單 其實 什麼能夠讓上帝開心快樂呢? 原來上帝是喜歡那些謙卑的人 上帝喜歡那些謙卑的人 他會因為這些人 承認他的偉大 欣賞他的能力 而感到開心快樂 即是我們才是Admire 我們才是Admire 去欣賞、去感謝上帝 OK 這個是覺得我們不行的 是天父上帝才行的 上帝會因為我們這樣的表現 覺得很開心、很快樂、很安慰 但是今天很多時候我們發覺 我們的情況不是這樣的 今天很多時候我們發覺 我們是高舉人的智慧 以及高舉人的能力 當然特別科技發達於美國 其實現在慢慢的人都發覺 科學已經不是萬能 曾經一段時間 有人相信科學是萬能的 但是現在不是了 人們發覺科學很多事情是解決不了的 科學並不是萬能 但是雖然我們有這樣的認知 但是很多時候 當我們要面對別人給我們的意見的時候 或者提議的時候 如果我們通過我們的理智 通過我們的邏輯分析 通過科學印證的方法的時候 我們不會那麼容易去接受 我們仍然是配著那種心態 去聆聽了解信仰也好 跟人聊天也好 說政治也好 說什麼都好 我們仍然受著那種氣候 去影響著我們那種的思想 我想說的是什麼呢? 如果我們仍然抱著那種心態 我不是叫大家不說理性 不是叫大家不要理會科學 不是 我的意思是要給予空間 不要讓自己限制在這兩種思維的方式裡 美國已經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經常說 美國現在是說屬靈方面 說屬靈方面 精神方面 多於說現在這些其他的事情 那些人是很傾慕的事情 因為發覺原來是人有屬靈的一個層面 是我們還沒有去探索的 是科學探索不到的 現在我們開始去了解法國 如果我們仍然執著舊有的方式 必須要通過我們的思想 必須要通過科學印證的方法 我們才會相信 我們才會接受的話 我們很多時候 就不知不覺當中限制了 我們去經歷神的機會 我們很難因為這樣的緣故去認識上帝 這些會成為我們認識上帝的障礙 但是其實呢 當你做人做久了 成熟一點的時候 你都會發覺 這是我的conviction來的 我的信念 只要你多用一些common sense 嘗試客觀一點去了解一下 不同事情的發展 其實是不難去了解明白事實的真相的 剛才這篇詩篇我讀的 大家都知道背景 剛剛提過 在人類的歷史當中 從來你找不到 除了猶太人之外 從來找不到一個國家民族 除了猶太人之外 可以在亡國2500年之後復國的 你找不到 猶太國是公元前 公元前 B.C. 586年的時候被巴比倫所滅 什麼時候復國呢 1948年5月14日 全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回到巴勒斯坦的地方 在那裡重新建立他們的國家 就是今天的以色列 沒有一個國家民族曾經做過這樣的事 當然你用理性 你用科學研究 你可以用研究歷史的角度去看這件事情 但我又想大家想想想 用common sense 一般常理自己的思想去想想想 一個國家民族亡國之後 受他的國民分散全世界各地 長時間 不是短時間 長時間受時代的紅樓和不同的文化 去衝擊和施洗 但仍然能夠保留著他們的信仰 保留著他們的語言 他們的文化、生活的方式 而且在2500年之後 不是25年之後 是2500多年之後 能夠重新建立他的國家 能夠復國 這不是神職 我們經常叫我們 這裡的next generation ABC 是嗎 土生土長那些 American born Chinese 另外我們叫做什麼 取笑也好 說真說假也好 我們叫做什麼 Banana Banana是什麼意思 即是香蕉 外面就是黃的 裡面就是白的 一代而已 不需要很多 你和我來十幾二十年 你能否留意到 其實我們都有點鬼鬼地 開始 樣子是中國人 是不是 但是生活的方式 習慣 講話 都已經 不要說客語白了 是不是鬼鬼地 但是以色列人 又太人 經過2500多年之後 如果你現在回到以色列 去餐廳吃東西 看回他們的manual 仍然去送個文字 生活習慣 所有的東西完全是保持在一起 以色列 以色列 從來都不是一個超級強國 是不是 它不像亞術 波斯 羅馬 這些地方 巴比倫 不像 當然不像美國 但是呢 亞術 波斯 巴比倫 甚至羅馬帝國 不復存在 美國不知道什麼時候 I don't know 但是那些不見了 但是以色列 在列強 虎視 丹丹底下 大家都知道 復國之後仍然 遏立不倒 為什麼 很簡單的原因 因為他們仍然相信 雖然他們不相信耶穌基督 是他們的救主 他們仍然相信耶和華上帝 是他們的上帝 他們信得過 他們的上帝 是滿有智慧 力量無限 看看什麼時候 他猜派那個救主來 因為他們一個這麼單純的信心 他們看到自己 那種的微小 靠著神能夠克服一切的時候 神祝福他們的國家 他們相信神可以朝聚流亡 這句星期剛才說 流亡到世界各地的 以色列人回到他們的當中 醫治憂傷的人 包紮他們的傷口 今天同樣 如果你離開上帝 上帝比較有恩典 你回來的時候 神同樣可以醫治你幫助你 如果你能夠謙卑 不要高拒人的智慧 和能力 不能夠謙卑在神的面前 曉得欣賞 去讚美神奇妙的作為 所以弟兄姊妹我告訴你 每一次當你能夠誠意耶穌基督是你的主 如果你還沒信耶穌 如果你一陣子能夠說 天父上帝我明白了 我真的相信 我憑信心去接受耶穌基督是我們的救主 每一次當你能夠為一些事情 無論是大的小的 感謝讚美上帝的時候 我相信天父上帝就會 撞一撞魔鬼 看見那個人 看看他 你認識他嗎 He is mine 他是屬於我的 我為他感到高興 因為他在我面前謙卑 他尊崇我 敬拜我 他懂得欣賞我 他是我的子女 看見他們 詩人在第二段的經文當中 幫助我們了解另一件事 不單單我們懂得去感激的讚美 當我們能夠去敬畏上帝 和去信靠神的供應的時候 上帝都會因為我們的緣故 感到開心快樂 感到很幸福的 《圣經》裡面怎麼說呢 我們看第七節 1407篇的第七節 重溫一下 他說要歌唱讚美上帝 要彈樹琴重贈我們的上帝 他報雲遮蔽高天 他降雨滋潤大地 他使草生長在山上 他把食物供給獸類 餵養提叫的小烏鴉 第十節 他不喜歡高頭盡馬 他不喜歡勇猛的戰士 但他喜愛敬畏他的人 第七到第九節 大家看到 天父上帝 原來他的慈愛是遍及萬物的 他所創造的人 不用說 但是《圣经》告訴我們 甚至連那些飢餓的小烏鴉 我們叫烏鴉 我們走 吵架派走走走 趕走他們 但是《圣经》說 上帝甚至看到那些飢餓的小烏鴉 上帝都餵養他們 所以弟兄姊妹 如果上帝 是這麼有恩典慈愛的時候 你和我 是按照他形上去做的 他怎麼會不祝福我們 他怎麼會不看顧我們 為什麼我們還要為我們的生活 擔驚受怕 不需要 如果你相信上帝的時候 你要信得過 上帝慈愛的供應 你要敬畏神的時候 神就會賜福給我們 幫助我們 對他的兒子是這樣的 對他的教會都是一樣 剛剛過了星期二 教會的領袖 剛剛開完我們的Church Council 就是為我們2017年教會的事工預算 即是一個Proposal出來 明年我們兩個Campus加起來 我們的Budget是290萬 290多萬 當我們把總數加起來 我立即看一看 因為我們有一個專門負責 Finance的姊妹 坐在那裡 我看他的神情就有點害怕 因為比今年多了十幾% 然後有個牧師跟我說 張牧師 有哪些事工可以減少一點 但接著另一個童工又說 150萬一個而已 你分開為二 即是150萬一個而已 兩個N 我不知你近哪些 Yeah, it's a lot of money 不過我覺得 我們的重點 我們的問題 不應該放在 我們明年的預算 有多少 當然我們要做這樣的功夫 是嗎 但這不是我們的問題 我們的問題是 我們對上帝的慈愛 上帝給我們的供應 有幾大的信心 如果所有的神 這樣愛我們的時候 祝福 敬為祂的人的時候 我們對祂的供應 有幾大的信心呢 我們的問題是 我們有沒有把握 上帝會照顧 祝福 那些願意存心 前與跟隨祂 敬為祂的人 這才是我們的問題 如果我們相信上帝 是愛護每一個屬服的人 上帝愛護祂自己的教會 如果我們知道 當我們敬為祂的時候 上帝會有豐盛的憐憫 和慈愛會 供給我們一起的需要 就算我們覺得 不行 牧師可能真的受不了 我們沒有能力 我們不夠大 我們未必能夠支援 剛才詩篇怎麼說 詩人怎麼說 他說上帝不喜歡那些高頭進馬 上帝不喜歡那些勇猛的戰士 上帝喜歡那些什麼人 剛才聖經怎麼說 上帝是喜歡那些敬為祂的人 上帝是喜歡那些什麼 全心全意 是信靠祂的人 所以聽知不知道我們不需要懼怕的 只要我們忠心 只要我們能夠完全去信賴 盡自己那種本分 去參與釋放 去奉獻的時候 天父上帝一定會供應我們的需要 大家在年初開工之前 大家在年初開工之前 我們這裡的裝修費 佈了一倍 有些新朋友可能不知道 我們裝修費由150萬變成300萬 我們每個客人真的大跳 都不知道怎麼跟大家分享好 每個都很害怕 忽然之間 怎麼可能跳得那麼多 其實那個時候不是問題 怎麼可能跳得那麼多的問題 就是那麼多 不幫你搞的 現在就是那麼貴 那時候的問題應該是問 我們信不得上帝 信不得上帝 我們只要盡我們有本分的時候 天父上帝是會供應的 那大家現在就坐在那裡 是不是 大家就搬進來 而我們在敬拜天父上帝 大家看到神自己的預備和恩典 是多麼偉大 不但如此 如果我們能夠忠心 如果我們能夠敬畏上帝 如果我們能夠盡上自己本分的時候 我們相信 就算我們看不到結果也好 神是會供應的 Let's go forward 繼續向前走 神必定會繼續祈福我們 而這樣的表現 我可以告訴你 天父上帝 天父上帝 星期四 在那個 Thanksgiving dinner的時候 一定會跟那些天使說 嘿 看看那些會點人 你看那些弟兄姊妹 我為他們而驕傲 我為他們感恩 我覺得很幸福很快樂 因為他們尊敬我 因為他們尊敬我 他們信任我 所以我要祝福他們 我想天父上帝在天上面 會這樣跟天使說 你覺得會不會 而最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麼 當我們能夠認真去回應 上帝給我們的吩咐和教導的時候 上帝也會因為這樣的緣故 開心快樂 感到很幸福 我們跳到十九節 我們跳到十九節 十九節那裡說什麼呢? 他把他的信息傳給雅各 他把他的教訓和法律傳給以色列 他對別的國家沒有這樣做的 因為他們不知道他的法律 你們要讚美上主 詩人說 上帝把信息傳給雅各 把他的教訓和法律傳給以色列 沒有傳給別的國家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上帝不期待其他國家會回應 會聽他們說話 沒有給他們 沒有喜歡的事情 所以沒有期待他們有什麼反應 但是 上帝是把他的說話 他的教訓 他的命令 是給以色列人 所以上帝是期待他們回應的 上帝是期待他們要聽的 因為這是祝福他們的一個方法 這個問題是什麼? 大家從歷史裡面知道 以色列人有沒有聽? 有 不過不完全聽 聽一點不聽一點 沒有完全去遵行上帝給他們那種的教訓 和律例典章 所以神祝福他們的恩典 就臨到愛族人身上 臨到那些非犹太人的身上 臨到你和我的身上 透過相信耶穌基督 我們成為神的選民 透過耶穌基督 我們成為神的子女 我們可以承擔了以色列人要做那個工作 將神的愛恩典 慈愛 傳給世界所有的人 那個問題是什麼? 為什麼以色列人聽一點不聽一點? 他們不是見過神的工作 不過有時候 他們忘記了原來神的話語是大有能力的 剛才CPU裡面就告訴他們 神的話語是有能力的 只是說一句話而已 全世界 整個地球就可以 忽然之間 進入那個冰風時代 大家有沒有看過那部電影? The Day After Tomorrow 有沒有看過? 中文怎麼翻譯? 我不知道 The Day After Tomorrow 忽然之間 天氣候轉變 忽然之間 整個城市封了冰 大家有沒有看過那部電影? 是可以的 原來神的句話而已 不需要多 一句話 整個世界 回到冰風時代 但是與此同時 神有恩典 一句話 冰雪可以立即溶化 一刮起風 水就開始流動 詩人嘗試幫助你 和我明白到 神的說話是如何powerful 神的命令 我們是要去遵守的 帝兄姊妹 不要忘記 《乾脆圣經》也提醒我們 不是上帝使你的城門鞏固嗎? 是上帝才能讓你的城門鞏固 是上帝才能祈福你的子女 是上帝才能保護你的四境平安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為甚麼他給我們的吩咐 他給我們的法律 我們不去聽從 我們不去遵守 兄姊妹要和大家分享 這個是我們社會國家唯一的盼望 為甚麼美國 我們經常說道德越來越差 越來越敗壞 其實是不應該的 現在美國是全世界唯一的super country 就是超級狂國 神仲保留在一段時間有原因的 大家知道嗎? 美國是全世界印刷聖經最多的國家 不同的版本甚麼都有 每年幾多聖經人出來嗎? 但是在美國 你可以找到全世界最好的聖經學者 以前在歐洲 以前在英國 現在在美國 很多很知名全世界出名的聖經學者在美國 講傳道人? 在美國的廣壇上有多少super star 那個當然不是招牧師 哇! 有多少傳道人 Vick Warren 就是Bill Heibo 有多少出名 講道很厲害的傳道人 有很多聖經 有很多學者 有很多傳道人 但為甚麼美國的社會 被我們看到 仍然是越走越向下滑呢? 科技發達 但是道德越來越差 越來越墮落 為什麼? 不是我們不知道聖經 不是我們沒有聖經 是我們沒有去遵行神的話 and that's why and that's why 所以弟兄姊妹 教神幫助我們 如果我要國家有盼望的時候 唯一的盼望就是 悔改認罪回到神的身邊 唯一的方法就是 讓所有的美國人 能夠尊重神的話語 能夠聽神的話 我們的社會 我們的國家 就能夠改變 這件事呢 弟兄姊妹 讓我鼓勵大家 給一次鼓勵吧 要先從我們自己開始 先從我們自己開始 是execution 今天你聽到 來到你的聖會 不是偶然 先學習 如何去敬畏上帝 學習去認真的 去回應 去遵行聖經 給我們的教導 讓我們周圍的人 看到我們的時候 會覺得 這群基督徒不一樣 看到我們的生命 看到我們的行為 從我們的身上 看到有盼望 你覺得做人做得很辛苦 很多人覺得做人做得很辛苦 哎呀 為甚麼做得生活呢 不可以吃不可以住 但做人真的很慘 做人很難 很辛苦 很不開心 很多年輕人覺得 沒有前途 對將來沒有盼望 特別現在我們香港來的 香港的那群弟兄姊妹 不是弟兄姊妹 香港的那群年輕人 覺得很希望 沒有盼望 歐洲的年輕人 同樣 這個國家跑到另一個國家 然後又走來走去 但是 這群人 可以從基督徒的身上 看到有盼望 所以求神幫助我們 從我們自己開始 從我們自己開始 詩人說 上帝對別的國家 沒有這樣做 上帝沒有 將這些法律 他自己的心意 告訴其他國家 在舊約的時代 大家知道 上帝是 挑選了 以色列人 挑選了猶太人 將他的信息 將他的教訓 將他的法律 告訴他們 所以他們成為上帝的選民 但正如剛才所說 他們沒有完全進行 所以今天這個責任 落在誰的身上 就是落在你和我的身上 因為你和我 因為耶穌基督的緣故 成為神的選民 這個責任就落在教會的身上 因為教會 就是一群相信耶穌基督的人 聚在一起 要完成上帝交付給我們的工作 我們的工作是甚麼 要在地上 建立一個屬天的國度 耶穌回來的時候 這個就會完全實現 但是今天你和我要做的 是要擴展神的國度 將天國的福音 告訴別人 10月9日 President 姊妹 記不記得甚麼日子 10月9日 記不記得甚麼日子 記不記得 建立一個屬天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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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大家一些回顧 好嗎? We come to you to celebrate this wonderful occasion As we gather here We are not just dedicating this building to you We are dedicating ourselves to you Because we know that we are the body of Christ We pray that you may use this whole body of Christ to become a mission base So we can equip and send people out to do the ministry of the gospel So the people from near and far will come to know you to know how great you are We know that there may be many challenges ahead But we will never never give up Till we all see your kingdom come And we pray in Jesus name Amen Amen 我們為了這個campus感謝上帝 不過一開始的時候告訴我們 It's not just a building 我們現在是一個mission base 這個存活任的基地 這個地方 是用來擴展神的國神的家 不是讓你和我們享受 這個message 我相信我們說了很多很多次 現在我們需要做的是什麼 求天父上帝賜給我們智慧和額外的恩典 不單單在這個地方 還有我們在Milpitas那個campus 神給我們有兩個很strategic的 一個福音的基地 可以將神的愛、神的恩典、神的救恩 向四方八面在彎曲 全揚開去 我們需要求天父上帝 讓我們有更大的異象 讓我們天父上帝 讓我們有更多的資源 讓我們有更多的人力、民力 去完成這個那麼偉大的工作 It's not just a building 神賜給我們 不只是一個的建造 求神念吻我們 弟兄姊妹在未來的日子當中 出列我們所有的建造的東西 全部可以暫時放下 我们可以focus在事工上面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的教会可以为神做些什么 没有想过的话 回去和牧师一起祈祷 求神给我们能够 看到有新的仪像 诗篇四十一百四十七篇 一篇感谢赞美的诗篇 当然我们在其中 首先学习如何感谢赞美上帝 但是更加求神帮助我们 原来这篇诗篇也提醒 指导我们 我们可以让上帝开心快乐感到 因为感觉很幸福 甚至我们可以让上帝 为我们的表现而感应 这个是你和我 原来是可以为神做些事情 Thanksgiving那晚 我一个小孩都回来了 OK 通常是Family Reunion 美国的Thanksgiving 不过我趁家又来买 OK 然后我们又有一对朋友 又来参加 就是我们的Celebration 所以大家就去谈谈一下 家庭的事 各样的事情 完了之后 我刚刚遇到我大儿子要上楼睡觉 因为他很早起床 他做Personal Trainer 5点多要起床 我就问 Hey Daniel 你有什么可以感谢的吗 他是不假思索 不假思索的 Yeah You and Mom 几句子而已 Yeah You and Mom 但是当我作为一个父亲 听到的时候 我说不出我的感受给他听 OK 我觉得很开心 我觉得很安慰 我心里很感谢上帝 起码第一样想到的 Yeah You and Mom 今天上帝如果来问你 I know I know 够钟了 今天上帝如果来问你 你来见到上帝是吗 你有什么可以感恩的 你会说什么的话呢 你会怎么说呢 我们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上帝 感到骄傲的吗 我们的教会可以做什么 向神说 Hey Satan 你就周围去找 But I have this group of people They are here to serve me To honor me To do what I ask them to do 靠神念我们 靠神帮助我们 从自己开始 What can we do for God Make him happy Make him feel proud of us 天母上帝我多谢你 在今天这个时间 我们能够去敬拜 能够服侍 我们多谢你通过诗人 教导我们 应该怎样学习 去感谢赞美你 数算你的恩典 我们更加多谢你 因为你的灵在我们当中 告诉我们 原来我们是可以 不是单单享受神的恩典 我们可以do something 让天父上帝你开心快乐 天父上帝寄求你 就联敏我们 我们知道自己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但是刚才的圣经 不是提醒我们 要相信一个神的供应 我们发现我们没有力量 连自己的习惯都改不了 但是靠主我们 凡事都能做 天父上帝 帮助我们 在这里 扩展你的家 扩展你的国度 在这个地方 还有很多空位 等待我们 未认识你的人 你参加我们的敬拜和聚会 在这里服侍你的 天父上帝 你就使用我们 你的令 带领我们 我们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Amen 谢谢